而就在川习会的前夕呢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晚上 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35分钟的电话会谈 两位领导人到底讨论了哪些问题 我们下面通过连线 请美国基因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详情 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 那么外界都想知道 到底川普和安倍的这次电话会谈 是不是针对川习会而来 是的 玉文 这次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电话会谈呢 是在日本时间今天星期四早上举行的 会谈结束以后 安倍首相对媒体表示 他和川普总统在会谈中主要讨论 深入讨论了昨天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 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挑衅 危险的挑衅行为 是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那么安倍首相还对川普总统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即将举行美中首脑会谈 日本政府极为关注中国方面对朝鲜会做出什么样的举措 而川普总统呢 也回应说所有的选择都已经摆在桌面上来了 那么日本媒体 特别是日本的各主要大报以及电视台 今天一整天呢 也都拿出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这次朝鲜试射导弹 以及即将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 那么与以往也就是说朝鲜在进入今年以后呢 已经发射了试射了第四次弹道导弹 而这次日本方面在讨论试射导弹问题上 一个非常不同的呢 就是所有的分析家都开始关注美国是否会对朝鲜 动用武力的问题 有分析认为在电话中川普总统或许已经向安倍 传递了美方的某种考量 川普所说的所有的选择当中就意味着 可能要动用武力的这种可能性 为此日本有担忧是日本是否会卷入这样一场战火当中 而且日本政府也面临着如何与美国政府协调 保障日本的安全与和平的环境下来采取对朝的措施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